Hello大家欢迎回来 今天是一个化妆视频 我们来get ready一下 然后顺便试一下 我新入到的一些彩妆 我刚才呢涂了一个 妆前涂好了 最近皮肤特别的干 不稳定 看我脸上长一些痘痘红点点什么的 我在纠结到底是用哑光的 还是用这个光泽型的 想用光泽型的 因为我最近皮肤有点干 但是呢 我今天晚上要跟小姐妹出去约会 时间会有点长 所以还是用哑光的吧 感觉更加持久一些 最近呢喜欢用刷子上妆 感谢观看 再把刚才遮瑕的地方定一下 下一步现在修容吧 修容要好好的修 抄笔尖的这个角 修一下 我这几次的视频 修容都是带到了 眉骨下面这里 眼窝的修容带一下 然后直接连到卧残这里 把外轮廓也修一下 我这几次拍视频都是先画的眼妆再画的眉毛 所以我们今天也来先画眼妆 第二的这一块 单色的小眼影特别的好用 它非常非常消肿 这个色号叫Cashmere 它是这种全哑光的 整个眼皮都大面积的大到 让尾巴拉出去 你看上去这个颜色就是眼睛凹进去了 没有那么的肿 再在刚才鼻子修容的这边 下边一点 带过来 整个眼窝带下来 可以连接一下卧残 其实如果日常赶时间通勤啊 单独涂这一个颜色就已经很消肿很好看了 我昨天去斯福兰 然后买了两盒眼影盘 这两个色号呢都挺火的 一个是559 一个是649 其实我觉得这个闪片色还蛮好看的 它是那种散射状的 所以中间这个颜色打个底 范围可以小一点 再用一个小一点的刷子 沾最深色 沿着眼尾勾出去 稍微向上 抬一点 再沿着睫毛根部把它都晕染开 我觉得这个颜色 晕染眼线很好看呀 因为它还蛮浓郁的 眼头的地方可以稍微宽一点 然后再把这个刷子平着 拿过来 往上慢慢地晕开 下眼颈的外眼角 也慢慢地这样拖出去 加个眼线 眼线就画到这个眼角这里就好了 然后再拿个小刷子 把这个眼线给晕出去 这颜色晕得还蛮自然的 继续往前面把刚才的眼线再晕开一点 继续沾一点这个深色的 画到眼球下方这边就差不多结束了 这几次你们说我的眼妆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画了下眼线 加深一下眼窝 然后慢慢地打圈 晕开 这两颜色混合一下 对手上晕一下 然后再勾一下卧槽的地方 这盘真的好好画呀 不愧是网红色好 可以再随便拿一个这种哑光色 我想把眼球的中央打亮一点 晕开 然后再上这颗闪的颜色 它有那种碎碎的闪还蛮好看的 刚才遮瑕的那种小刷子 在卧蚕的中间再来一点 做一个简单的提亮 眼妆先这样 我们先来画个眉毛 我最近都习惯用眉粉 先用一个浅色的眉粉打底 眼头的地方就按照刚才修容的这个轮廓下来 就不要连到太前面 眉毛后边我也剪短了一点 这样我就可以这样平拉出去 再用一个深色的眉粉 把眉峰往中间这样画几笔带出来 眉尾的地方也是再加深一点 用一点这个眼线色 混合一下这两个颜色 往上画几根毛流感 然后再刷的刷一下 再来一点染眉膏 我先把眉毛给染浅 用的是那种最浅的颜色 再刷一道棕色系的 做个睫毛 下睫毛主要刷在眼球中间这边 上睫毛还得刷一层浓密型的 画个唇线 昨天我试色的时候看到这一块彩虹特别的好看 色号是959 好香哦 我觉得这块颜色就超级的自然 你看在这边很neutral的彩虹 那这个彩虹好看哦 我感觉上脸粉掉会更加多一些 脸外侧的地方这样斜着打上去 一个小弧线一样 然后再用鱼粉晕染进来 我感觉今天这个妆面就配裸一点的那种口红 会比较好看 但是我今天有好几只口红都很想试 这几只呢是我最近收到的 我觉得都超级的好看 先说这两只吧 它是光泽系列的 网上有很多这两颜色的湿色 果儿期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挺适合浅纯的 上嘴呢有一点裸粉的感觉 如果素颜的话 涂这只肯定就不好看 但是黄皮得化妆 而底妆偏白一点点涂这个颜色可以 对于多数皮肤来说 我会更推荐这个深一点的652 652呢就会更加显气色一些 不管是素颜还是带妆的话都挺合适的 720我觉得很好看耶 最近很少涂那种很亮的颜色 720是比较亮点 但是呢它亮的还蛮阳气的 我今天这个指甲的颜色也是720 这个颜色真的好好看呀 他们家指甲要改版了 然后长这个样子 我觉得它是有一点豆沙底色的红 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挺适合黄皮的 唇蜜系列我超级的喜欢 9号和039月的他们这个系列 很热门的两只 9号就更加偏粉调 039会更加偏橘调一些 我最近太喜欢唇蜜这个单品了 这个系列唇蜜呢 也是涂上去凉凉的非常舒服 再来是最后这一只039 这一只夏天擦肯定好看 你们觉得我今天涂哪一只比较好看 我觉得我可能会涂 我今天可能会涂09或者是652 就是这个偏粉调的唇蜜 还有这个偏粉一点的亮泽型的唇膏 整个二月又是过年又是情人节 所以都是美妆的礼物季 Dior现在官网的活动特别的给的 因为它下单之后就送好的东西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用我的独家码在这边 可以送更多的礼物 这边呢还有两个礼盒 再跟大家一起拆一下 第一个先看这个吧 这个包装就好春天 很情人节的感觉 这个里边呢是一瓶正装的 Misty World 这个是50毫升 然后这边这一瓶是一个替换装旅行装 这包装还挺好看的 有没有 有个小logo在这边 替换装是10毫升的 这边用力抽出来 就是它的里边的心 如果这个用完之后呢 就可以从这个大瓶里面灌进去 第二个是这个礼盒 它的包装也蛮漂亮的 里面是一个丝绒的化妆袋 这个质感还挺好 这个套装呢是一个化妆品的套装 里边有这三样的东西 这三个呢都是正装的 一个是护唇油 这个我很感兴趣 这个我觉得应该搭配那种哑光的唇膏 底一点就更加好看一些 这个小罐呢我觉得很多女生都很需要 是一个护甲膏 如果经常美甲啊照灯啊 或者很容易长稻刺啊 这个还挺适合的 就可以抹在手指边边这边 这个味道很好闻啊 很适合晚上睡觉之前涂一点 第三个正装就是这一块 一号的变色腮红 这块我觉得非常好看 他们家变色腮红我有两块 一个是粉色一个是橘色的 粉色这块呢我觉得也是适合 绝大多数人的皮肤的 它不怎么挑皮 而且它真的压粉压得很实 不管怎么去扫 反正它永远都是这么多 这个小套总觉得还蛮实用的 而且这个化妆包真的好好看呀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礼盒里边还有什么 这一袋都是送的 里边有这两支香水 每支是7.5毫升 容量还挺大的 小袋里边还有一些 这些美妆护肤的小样 除此之外呢 这里边还有 这也是送了一个真我的香水吧 so cute 这个也有5毫升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里边呢 有10个Dior的红包 新年送红包 这个还挺好看的 然后还有这个 那是一个化妆包 是一个大号的化妆包 这个还蛮实用的 官网的活动我对比下来是最划算的 它是满175美金 就可以送这些美妆小样 包括有唇油啊 睫毛膏之类的 还有这些香水啊 我觉得都还挺划算的 如果大家用我的独家码的话 只需要满125美金 就可以有这些礼赠 特别是这个红包 很实用 现在下单的话 大家收到都是这种 新年的限定包装 它这个包装会持续到16号 但是如果你过了16号 还是想拿到这些 新年礼盒的包装的话呢 也是可以用我的独家码在这边 下单之后就会自动给大家 发这些新年的漂亮的礼盒 我会把我今天视频里面 用到所有东西 写在下面的info里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预知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